我們來看一下就是Google流氧器的話 我們平常新增 如果你用的不是Google流氧器 你會發現你只有什麼 新增資料夾跟檔案上傳而已 但是你用Google流氧器它可以支援資料夾上傳 也就是說你可以直接去選擇我要哪一個資料夾 那個資料夾就一起傳上來 當然這是一種方法 那其實平常我是這樣子做比較多 假設這個我要 這個我也要對不對 我會這樣子酸酸 然後就丟過來就好 丟到這裡 好有沒有這樣就可以拖上來了 這樣了解嗎 這樣是比較快 這是你如果使用雲端硬碟 就是Google Chrome的時候它支援這個功能 那因為如果你從這邊就是選單一資料夾 或幾個檔案這樣有時候比較慢 所以如果說平常我在用我通常是用拖曳的方式會比較多 不管你有幾個就這樣選好就直接拖曳過去 那你在拖曳的時候如果你覺得 剛剛這樣好像還要對一下不是那麼麻 那麼方便的話你也可以就是把視窗縮小 把它這樣 這樣比較簡單吧 就這樣丟過去也可以 或者你看到哪一個資料夾 這兩個資料夾按著丟過來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傳上過來 所以你可以整理在一起 這樣的話就比較方便 不會說我一次一次弄 這樣會速度比較慢一點點